大连23中超联赛第十二轮 大连人对北京公安的较量 躺一步观察 传统怎么样 第二步躺起来 投球 球进了 曼佐姬 这球泰山压顶 何宇鹏的助攻 曼佐姬这个赛季中超联赛 第三个进球 被恩加德乌一路欺负 但是这一次 不丧气息的球分得好 何宇鹏插上也及时 其实 大连人中场 这个进区里头 只有曼佐姬一个点呀 百扬被摆脱了 百扬最后时刻 没有贴住曼佐姬 放开了一米的距离 这一米就致命了 而恩加德乌呢 补到了进区外围 已经让他们能够 再持续地受益了 出现了失误 捅射 这球捅歪了 这回是劳烈斯 到天翼 再来这条线路 王子明 这球不错 运气不好 而且无眼的扑就太厉害了 还有机会 吕鹏 吕鹏再给进区里头球 二比零 三本掌结束前 半左肌 没开二度 大连人在极端的困难 极端的劣势之下 反而又进球了 扩大了领先的优势 可是国安那边 二点球一直拿不到啊 我们再看这下 林良明 先跑后点 再绕前点 绕到了冯博轩身前 二点球 李磊追回来 绕了一圈 特索尼夫船 第二次投球 李磊又往回追 德索萨回来也慢了 再来 然后恩加德乌 先滑倒在地了 他从地上跃起来 想顶这个球 倒是很勇猛啊 可是 这是被冯博轩推了一把吗 结果又被破坏掉了 江湘又断球 摆脱林良明 传到门前 后点没有人包抄啊 球就这么出了底线 慢走肌又去包抄了 林良明 再过一遍 人家都 倒地了 这个球 林良明呢 摆明了就要内切 被过了呢 也没有必要这样去伸腿啊 林良明确实踢到了 冯博轩的左腿 这一下啊 行骑的判断是 犯规 这样呢 点球并不存在啊 吹了林良明的犯规 这样返回头去 北京国安的前场 任一球 这下确实结结实实地 踢在了冯博轩的左腿上 贿宽滑倒 拉德本罗 没有人管 冲进禁区 阿德本罗 这次直接传中 五眼反应很快啊 斜掉禁区 后点插上的高天忆 这下球打偏了 阿德本罗这次决定 转圈突破 传进区 这球是一个乌龙球 林龙昌的解围 把球踢进了自家大门 2比1 北京国安扳回一球 阿德本罗绕进来 斜线 言语的 言语的穿插 让林龙昌非常的紧张 林龙昌和 劳里斯上班长 其实在对方的 巨大压力之下 都犯过错误 这一次 这个错误 没有办法弥补了 想解围 踢在了小腿上 直接把球掉下来 飞进了自家大门 江向右 抗路对抗 经济区 两个人一起倒地 主赛办给了点球 推了林良明的犯规 江向右为北京国安 获得了点球的机会 我们再看 第一步没卡住 然后这个球呢 已经被江向右 蹚到禁区里头 而且江向右 用自己身体 隔在了球 和林良明中江了 助跑 大门 五眼扑到了 但是这个球 力量太大 靠对方的乌龙球 还有点球 扳平了比分 这样 正像我们在 山盟长结束的时候 说的那样 大连人虽然两球领先 但是这个比赛 肯定还没完 然后还有 董延峰和山鹏飞 大连人内部挖钱 把防线维持在现在这个水平 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好 这时候 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吹响 两队呢 打成了二比二平 大连人 吸了五六十分钟的好球